好今天我們這支影片呢就簡單的介紹一下如何安裝微軟的Visual Studio 那首先呢我們就打開我們的瀏覽器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搜尋Microsoft的Visual Studio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第一個網址呢他就是Visual Studio的官網 那我們點進去 好在下載之前呢我們還是一樣先看一下版本的比較 在版本的比較頁面呢我們可以看到呢在功能上面的一些差異 那今天呢我們會下載的就是Visual Studio的社群版他是免費的 那另外兩個版本呢Visual Studio的Professional跟Enterprise這兩個版本都是要付費購買的 那我們一般的開發人員呢在家裡面去做學習資源的使用的話我們免費下載就可以了 好 好那他下載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啟我們的下載目錄 OK 在下載目錄這邊呢我們通常都是用右鍵 然後以系統管理員身份來執行讓他有最大的權限來進行安裝 這邊點擊繼續就可以 好 在這個畫面呢我們就針對我們會使用到的功能呢來進行勾選 來做後續的安裝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呢就看大家會用到什麼樣子的功能就自行去做勾選就行 那在資料儲存和處理的部分呢我們之後也會安裝微軟的SQL Server 所以在這邊呢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勾選 好 都勾選完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點擊右下角的安裝 來給你 好 那我們到這邊就安裝完成 那這邊的話他會請我們來做一個登入 這個看各位要不要自己去做 建立一個帳戶然後進行登入 我們也可以按不是現在以後再說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選擇我們的環境 那通常這邊呢我們可能選的就會是 網頁程式的開發 那這邊的話老人家我們就選擇 聲色 保護一下眼睛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選擇不使用程式碼繼續 OK 那到這邊的話就完成了我們Visual Studio的安裝 但是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確認一下 好我們安裝的確是Community 2022的版本 那在選項這邊呢 我們這邊也會有一些設定的會建議大家一起來做一次調整 那我們這裡會有行號 那這邊建議的話大家就是把它變成勾選 我們找一下字型的部分 好的字型的部分的話 因為 我們也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工程師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會把字體 來選擇一下 字型的大小呢我們就把它調到14 這樣子對眼睛比較好一點 OK 那這樣子設定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整個Visual Studio的安裝 那這支影片呢就到這邊 謝謝